大家好 这是西包子昨天的一个动作 空三不见人 单观人欲想 没有见到西包子的尊荣 狗狗的包子现在长什么样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通话 与乌克兰的小泽 泽连斯基有一通话 所以我们看这个消息是挺有趣的 他奶奶的什么年代了 你说是不是什么年代了 我们这些人平时打一个电话 都是视频电话 很少说只是打音频电话 不搞这些事情 你能够用视频电话 又不占你什么资源 又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能看到一张脸在那里呱唧呱唧说话 不挺亲切的吗 结果搞了一个音频通话 叫通话 不叫视频通话 对吧 这事本身就有意思 他们说这个我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说西包子呢 不想跟这个小泽有任何的联系 因为他三百六十度的无死角的舔 舔普京普爹呢 他不想跟他联系 上次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流程 就是在访问俄罗斯最后一天 准备了在俄罗斯与这个小泽做一个视频的通话 劝一劝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是访问俄罗斯回来的最后一天呢 说这个事得侵蚀一下普爹 侵蚀一下俄爹 如果俄爹同意西包子跟小泽链斯基通话 视频通话就可以通话 如果不同意就算了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啊 当时也没通话 说这个小泽呢 还在那里献嘎嘎的说 我期待着这个什么 习近平主席与我通话 商讨国际局势 商讨人类和平 也没理他 回来就回来了 是不是 他不想跟小泽链斯一通话 为什么呢 你想想吧 他暗中不知道跟普京送了多少武器啊 搞各种幺蛾子 送人送钱送姑娘 没少搞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冒着全世界骂他的危险 还出访俄罗斯 他哪有心思 哪有兴趣打你这个小泽呀 即便是从普京的这个角度 你要装什么叉 你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你干嘛 你要当婊子 要离牌房 你又给我卖武器 完了以后你又假不假是 在小泽面前 在乌克兰面前 你装好人 你就当我普京是一傻叉 是一流氓 谁跟谁是流氓 你西包子在我普京面前装牛吗 你还弄了一点 是不是 你不有病吗 所以你明显你从常识层面 从我们这些个打酱油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反应的层面 你就知道普京是这个不大便宜 你不喜欢乌克兰 人家乌克兰是个小国 你西包子是一个厉害了我的这个狗不利包子国 大国 他看不上他 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堵普京 他一个人支持普京 他如果这个时候跟小泽搞的话 真的是有点出卖普京的意思 你说对吧 他不太愿意跟他通话 你这会为什么要通话呢 那当然有原因呢 就是现在的压力他也大了 主要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那个奴沙叉 奴奴奴奴奴奴奴沙叉奴沙叶 一通胡说八道是不是 捅的娄子太大了 因为你违背了这个基本的国际常识 你不一定不能够这么说话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以为奴沙叉真的是个傻叉吗 他不是个傻叉 一定是西包子在背里开秘密 或者就这么讲的 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都年体的其他的国家 静悟一人是男儿 他希望普京能够把整个苏联又建起来 苏联搞一个大社会主义 是吧 这个西包子在中国搞一个狗屋里包子社会主义 那不就社会主义就插 红旗插遍全球了吗 至少插遍了一半的土地 是不是两个大国 这个世界谁怕谁呀 是不是我是流氓 我怕谁呀 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是奴沙也奴沙差 他不可能说我脑袋一蒙 我就说这一档话 那帮人精一辈子在中国的这个低沟游里面混 他太了解怎么说话了 你不像我这种在这个共产党的体制内待了一段时间 但没几年时间 我告诉你 我别的本事没有 我也拍领导的马屁 我领导的眼珠子一转 我就知道领导想听什么话 我绝对不会说错话 我告诉你啊 我可能会 我的下半身可能会 会走错地方 小牙签会插错地方 但是我的嘴巴绝对是不会说错话的 如果我在体制内干的话 但奴沙也他也不是个傻瓜 他怎么可能就是 胆大包天说出这么一段违背常识的话呢 你看那个外交部也没法掩饰了 最后就说了 那是个私人观点 跟我没关系啊 是不是我们中国跟这个所有的独年体的其他的国家 都有外交协议的 都是都是互相设立大使馆的 那就我承认 我早就承认这些个国家 什么这个斯坦那个斯坦的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乌克兰呢 什么什么这些个国家 那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 所以所以奴沙也那些话是他私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观点 他这么说得一把奴沙也给卖了呗 那奴沙也卖了不要紧 那奴沙也是个小人物啊 那全世界又不傻 之所以奴沙也敢这么说话 那肯定是细胞子背后就这么说话的 只是大家不把这层面膜 这层包皮给它割了 给你留点面子 所以细胞子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出来 要补这个板 要补这个窟窿 天哪一个窟窿 你必须要出来讲不讲实要表一下胎 否则你麻烦了啊 然后你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个情况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大安民国的总统去美国访问 前所未有的啊 你们看到啊这个新闻报道的啊 前所未有的是吧 史无前例 所有的主流媒体的报道 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塞 而且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文件 是吧 形成一个法律 而且这个伟总统都说了啊 只要这个朝鲜啊 这个发展核武器 对其他的盟友的国家行行 搞一个所谓的核打击的话 半个小时啊 就让你政权终结 让你的政权消失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美国佬他灾难再怎么滴啊 美国人再怎么滴 收拾你一个小朝鲜 真是眼睛都不得眨一下的 就像当年的美国收拾 收拾萨达姆 收拾伊拉克 收拾这个什么什么利比亚 是不是卡扎菲 他不用吹灰之力啊 直接就要你的小心的脑袋啊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朝鲜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 加上全整个欧洲的人都在骂这个奴沙 他也一通胡说八道 是不是 你想想吧 这压力有多大 你都赶紧的出来啊 所以你会发现 习包子呢 必须要出来说几句话 但是他不愿意你说 所以北京的人有些朋友就说了嘛 就是 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习主席就 事前呢 就录音 是吧 录了一段音 就是对方的说几句话 然后就给他放一段录音 跟细胞子 毛关系都没有 还有人甚至说 根本就不是录音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 搞的一点模仿他的声音 还有人说是细胞子的替声 我觉得替声都不是 肯定就是 就是为这个事 就是他全是一通废话嘛 没有一句正经的话 全是废话 可说可不说 全世界都知道他会说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外交的形式大于外交的实质性的内容 就是补这个奴沙野这个250床出来的祸 把这个洞给补上 大于外交本身 就这么一个意思 是干脆就放了几个录音 是吧 其实也许这个细胞子那会儿正在跟他的小三 正在滚床单的喝酒呢 吟湿呢 是不是 那根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你这样一搞的话 管你是录音的好 还是提升也好 还是AI也好 那你普京不高兴了呀 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做事情呢 我们说这个政治家呀 你要顺势而为 是吧 习包子他干的最大的麻烦是就是 他不是顺势而为 是吧 他为什么顶普京呢 为什么顶俄罗斯呢 他其实从他的那个角度 他有他的理由 比如第一 他认为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近无一人是男儿 他的那个脑袋子里装的就是那些个底屋油 那没办法的事情 他就这么想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他非常欣赏普京的性格 你看普京呢 说搞二人转 当总统 当了这么多年 你说普京这个人做俄罗斯的总统 美国换了多少茬总统 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 从那个 从那个里根的时候 就差不多就快 普京快出现了 里根的时候应该是耶利钦呢 从耶利钦之后 是吧 救普京 这美国都出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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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了 是不是 哎呀 什么老布什 柯林顿 是不是 然后小布什 然后奥巴马 然后川普 然后拜登 六代总统过去了 哎呀 其中有五代都是 有四个人都当了十年 当了八年 那普京还在这个俄罗斯的总统的位置上 因为希伯斯他非常欣赏这种格局 他觉得普京牛逼 所以他也要连任 他有这么几个 从于公于私 于这个所谓的观念的秩序 还是于当下的政治的利益 他都注定他一定要挺普京 但这不是个事 不是一个趋势 他不是顺势而为是吧 政治家做事情一定要顺势而为 你不要拧着来 你这样一拧着来 你看上去好像是 安抚了一下欧美社会 安抚了一下美国 安抚了一下韩国 日本 是不是 你安抚了一下小泽 你好像假不假是 啊 我们不要打核战争呢 我们要人类和平呢 这些个废话 什么核战争是没有赢家呀 这些个废话 问题是普京不高兴了呀 是吧 普京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别的手段 他就老子有核武器 你不让我俄罗斯活下去 老子把整个地球都毁掉 他就这么一个说法 你这样是这样搞 等于是也是打了普京一击响亮的耳光 所以他们说昨天晚上啊 就是普京就是吸包子打完电话之后 俄罗斯好多地方 尤其是莫斯哥呀 一几个大城市都开始集中的就是搜查华人搜查华人的公司的华人的社区一个个个的把一些个华人在那里也没办法没干什么摁在地上在那里搜查 干嘛呢 发口皮 就是就是什么呢 侮辱你一下呗 是不是我打不了你 这会儿我暂时不想和平你和平你北京中南海 我我把那些华人给收拾一下俄罗斯不就是这帮操心吗 是不是 所以我呢 关于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情呢 我急不占乌克兰 我也不会占俄罗斯 是吧 我急不占小泽 我也不占普京 都不是东西 但是呢 小泽是小流氓 普京肯定是大流氓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台上搞这么久的总统 我早就说过天使都会变成人渣 那毫无疑问的 你哥让你在一个总统过这当那么久 我告诉你 你别人渣中的战斗戏我跟你说 所以他们说这个昨天晚上 俄罗斯的好多个大城市 包括远东 都掀起一顿反华的高潮 好多华人莫名其妙就被摁在地上了搜查 罚款 还有些华人被抓到这个拘留所去了 你去开玩笑 所以专家分析的 北京的滴沟油的专家分析的 北京范围局的专家分析的 按照这么搞下去 我告诉你 普京可能不敢和平英国 不敢和平美国 不敢和平欧洲 但是他和平你北京分分钟的事情 我跟你说 而且完全无预警 直接就把一个核武器就给你扔过来了 你不行是 因为他有历史强科 苏联当时他不敢和美国 他把他的核武器都已经架到古巴的上面 都已经箭在弦上了 他就是不设 就是隐而不设 但是他按错错的就准备和平你整个中国的北方 你说是不是 要不是美国人提前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什么毛泽东 什么周恩来 什么什么什么 邓小平这帮狗东西早就被轰死了 哪有今天的吸包子 是不是 这帮垃圾 是不是 所以我是希望 这个普京最后肩负取人类的正义的力量 能够和平 你普通中国是吧 这是最值得取代的 你千万不要指望这个美国人会帮你解放全中国 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时候 永远不可能我跟你说 欧洲人美国人永远不可能 日本人有49%的可能 俄罗斯有51%的可能 我跟你说 所以最终解放全中国还得考这个什么 还得考普京 我告诉你 就这么一个情况 包子你 你以为他是他是谁 真是 我们就看着到不像是他 谢谢